苗栗县长刘正宏的包地刘正池 涉嫌在他所拥有的阳明山七七行管 窃占国土 今天市林地检署将全案贞结 以违反水土保持法等七项罪嫌 起诉刘正池 同案被起诉的还包括了 他的两个女儿 妹妹 以及阳明山管理处的三名承办人员 至于刘正宏 虽然被列为公司法的被告 但是因为追诉的时效已经过了 已不起诉处分 新建七七行管 涉嫌窃占阳明山国土 苗栗县长刘正宏的弟弟刘正池 因为违反水土保持法等多项罪名 遭到检方起诉 被告刘正池等人 涉嫌窃占国有土地等案件 本属于今日侦查终结 提起公诉 刘正池私自开挖的土地 多达4843平方公尺 并和业性厂商共同在地下设或贵屋 检方一位造文书 窃占 无告 卫证 公司法 违反水保法等七大罪嫌起诉 而阳管处前处长蔡百露 承办人谢文华 组长李朝胜等三人 涉嫌土利刘正池取得执照 意土利罪遭到起诉 依法可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科罚金三千万元以下 我们绝对配合政府的政策 合法的来租用 合法的来绿美化 刘正池的两个女儿和妹妹 也因为挂名自家的酒罐公司董事 实际却没有出资或出席股东会 还在签道本签道 被依未造文书罪嫌起诉 虽然设有公司法罪嫌 然而离于追诉权失效 因此唯一不起诉处分 为了酒罐公司验资不实的问题 事件曾大动作 找来当初担任公司负责人的刘正宏 但违反公司法的部分 已经超过法律追诉期 让刘正宏逃过一劫 没有在本案被卷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